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大话题传统文化的第三部分 解剖人类现代文明的构成 从本体认神学 认识认哲学和方法认科学上出发的最后一集 本节是一个结论的一个部分 这集之后呢 我将要讲第四部分 信仰决定文化 文化塑造社会 社会创造文明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 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呢 是 重建文明需要改造价值系统 或者说是需要塑造价值系统 这个话说给中国大陆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它没有成熟的信仰 没有成熟的宗教 上一集我们讲到如果把文明社会比喻成一个人的话 如果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出现了恶化 出现了完全的病变 我们知道有一种影响神经运动的像这个中风 像这个其他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 其实我们的人就失去了运动功能 根本就只能瘫痪在床上了 就像大陆社会这样一个完全畸形发展的 完全畸形发展的这样一个社会 你说它怎么可能健康呢 所以它在它的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也没有孕育出文明 一个社会的价值系统 由这个社会的信仰系统来决定 如果它的信仰系统就扭曲 像某些宗教社会 它的证教合一 请问这个社会何来的文明 也许它有它的自以为灿烂的传统文化 但是这个传统文化 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看 它也是非常落后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在中国过去现在 包括未来的一段时间 文明不是如何实现的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而是文明是什么 这一个本体论的问题 我们是要弄清楚概念的问题 所以我在第四部分将来讲到 这个文明的内涵 换句话讲 当下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 以前的我 包括现在海外很多的异议人士 都在喊着口号 打倒共匪 推翻共产党专制 我们就可以改变中国 包括国内的很多朋友 我以前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他们都提倡过 一人一票 改变中国 现在我客观清醒的认为 我个人认为 打倒了中共 我们实现不了文明 改变不了中国 一人一票 同样也改变不了中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关心的都是 这些方法论 制度设计的一些表层的 肤浅的问题 我们没有涉及到 深层次的文明内涵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大陆转型的目标 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 并不是要实现民主宪政 民主宪政是一个文明社会 政治运行的结果 不是我们追求的文明目标 如果一个社会是文明的 它的公民是自由的 是独立的 这个社会的政治管理 必然是民主的 必然是宪政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文明的本质 它是一个信仰 文明的本质 它是一套价值坐标 是一套价值坐标系 它指引着我们人类社会的 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方向 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去年2019年年初 中国的科学家 贺建奎教授 副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他搞了一个项目 叫基因编辑婴儿 他 干了一件天下之大不为的事情 他通过修改人类细胞的 这个基因 想创造出天然免疫 艾滋病的这种超级婴儿 这个遭到了国际科学界 生理学界 伦理学界的一致反对 最后这位贺教授被判了刑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替罪羊 他这个项目不可能说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 他肯定有国家团队在背后的支持 这样的情况只能发生在我们现在这个无神论的中国社会 他们无视于什么叫人理 什么叫道德 什么叫什么是可以做 什么是不可以做 他们无所谓 包括当下很多的社会问题 地国有活灾器官 巨大的黑市交易 政府官员无恶不作 城管当街殴打小贩 校长性侵幼女 请问这些事情是人干的事情吗 所以这些事情也只能在无神论大陆社会 大家看到非常普及 见外不惯 也许一些朋友他有天然的正义感 他觉得义愤填饮 他最后成为异议人士 他因为说这些话 是批判那些人被国宝喝茶跟我一样 但很多人他们更多的认为 我们怎么没有干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手上没有这样的权利 那些人可以胡作非为是他们的本领 我们要跟他们学习 所以这种价值取向 各位想想看中国社会能怎么样 所以一年之后到了2020年 大陆中国又做出一件令全世界颤抖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就是现在让200多万人感染的新冠肺炎病毒 据说这个病毒是实验室人工合成的 我的天哪 这件事情可是真的是 让全世界人类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面临着灭顶之灾 所以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 所有没有底线的事情都可以理所当然的去做 他们有一个宏大的目标 什么大国崛起 伟大复兴 甚至是领袖们所提倡的一带一路 在大陆社会所有的一些没有底线 践踏底线 践踏伦理的事情都可以给他冠上一个高大上的名字 高大上的名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为这个国家在效力 但是我们从来没考虑过 你这个国家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 所以这些都是文明的内涵的问题 这些东西都要由一个社会的信仰体系决定 我们要清醒的看到关于信仰 关于人类存在的本质 人类存在的基本价值 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 是什么 是不是像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 我们要大国崛起 我们要为国家的崛起来牺牲个人 那我们成为劣势 不是 一个国家的发展 它首先要让我们每个人活得幸福 所以今天我的节目 要为大家引出我们的第四部分 信仰决定文明 信仰决定文化 我们中国文化 导致了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包括近代社会转型的失败 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失灭 我们都要从这个信仰中去找到最后的解药 找到最后的答案 正如我所用的圣经中的一句话来结尾 这句话 我圣经的话 我很少在我的这个节目中去讲 但是我今天要讲一下 从此耶稣开始传道了 他对他们说 我就是道路 生命真理 不借着我 不人到 富那里去 约翰福音 谢谢各位 看拍拍这个鹅跟游艇 这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 前面还有个小游艇 看到了吧 这些鹅幸亏生活在万恶的资本主义 如果生活在天草 早就被吃光了 这是一个灰燕群 能看出来吧 头尾是父母 中间的五只其实是小鹅 他们已经这么大了 我有他们小时候的一些影集 我就跟着他们拍一段 让镜头调近一点 有个游艇经过他们 人家看出来两两只是父母 那边那边那个那家五口是两个大的三只小的 我调近一点 那更远 对面有个小的游艇经过 万恶的资本主义 所以有人说这个天草人活得还没有西方的动物那么舒服 这个话是有根据的 天草它不是动物庄园 它是地狱 它不是生命体呆的地方 没什么 没有 我现在的 感谢观看